周杰伦第二部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天台 星期三晚间举办电影首映会 现场是星光云集 综艺大哥大张飞 新四大天王林俊杰 还有导演朱颜平 周杰伦的圈内好友都来立体 综艺大哥张飞 新四大天王的林俊杰 还有导演朱颜平 演艺圈大咖剧集 都是冲着周杰伦面积而来 感受到台湾演艺圈的温暖 很多艺人没有来相挺 大家就觉得特别有感觉 特别觉得就甘心 将时间回溯到七八年年代 描述一群贫穷又热爱生活的天台人 挑战小剑的歌舞片题材 周杰伦自编自导自演 电影上映更是心情满满 在台湾希望可以破译 因为可以比之前演的电影 这些作品都好 进取四个假相机落空 周杰伦也说没关系 因为他将心思都放在电影上 走运会出动大批人脉 就是希望能带动票房 开出好成绩 新唐亚太电视前回谋 台湾台北报道